白也就是活营忍者中第一个出现的冰盾忍者 他实力强悍 善于使用冰盾的血迹陷阱 在遇到再不斩后 白认为自己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并成为再不斩的左右手 最后在和卡卡西般的战斗中 为了替再不斩挡枪 冲了卡卡西的雷妾而死 白之所有被很多人喜爱 可能是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吧 一 白是选一族的后裔 拥有美少女般的容貌 和来自母亲集团的冰盾血迹陷阱 她本性很善良 外表清秀 有着好似女性的容貌和黑色长发展 猛一看好像是一个青春美少女 实际上她是一个男子 颇有一番没男人的韧味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喜欢白的原因之一吧 白第一次死亡是为了替再不斩挡枪 如果不是白突然出现 相信死的一定是再不斩 白的第二次死亡是在绘图转生时期 这一次不止挡枪 还重重的挨了再不斩一刀 其实白一直就是这样一毛任务的 充当再不斩的左右手和盾牌 不管再不斩如何对她 她都没有改变对再不斩的忠心 哪怕两次为了再不斩而死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白的原因吧 三 其实白的一生是矛盾的 她既甘心堕落 成为再不斩的杀人工具 可是又被四亿望连杀戮反感 还千方百计逃避杀戮 在和卡卡戏班的交战中白 是有机会杀掉佐助或者名人的 但就是由于白队再不斩的忠心 和不愿对名人进行伤害 两种心理矛盾错怪 白罪中选择了打枪的方式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